迪士尼造型仙草奶豆 這還不錯耶 義式布丁 經典原味 吃進去會像水一樣化開 古堡春台灣香草雞蛋布丁 它的口感不像布丁耶 香草濃郁生椒糖口味 好上嘴喔 一口接一口 黑糖豆花 有一點不太習慣 造型糖塊冰淇淋 嗚嗚 好甜嫩 青蘋果風味牛乳 嗯 木丁風味牛乳 嗯 牛奶糖風味牛乳 生有牛奶糖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知女蛋蛋 今天要來開箱 Seven的四月新品 還沒訂閱我頻道的 再麻煩幫我訂閱一下喔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趕快開始吧 首先要來開箱的是 迪士尼造型仙草奶豆 加一個是45元 這次買到的是巴斯光年的圖案 它好像有四種圖案 有蝴笛 它一支綠色的應該是三眼罐 然後還有小熊維尼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這個 巴斯光年的 那蓋子打開之後 裡面有附一顆奶金球 一二三 倒完奶金球之後 它上面其實是有圖案的耶 有點小驚喜的感覺 來吃吧 這還不錯耶 甜度我覺得大概在 四分左右 它的仙草味啊 算說淡淡的 但是 加上那個奶金 我覺得很不錯耶 這個我覺得還蠻好吃耶 它的仙草本身啊 有一點QQ的感覺 天氣太熱吃不下的話 很適合來一個仙草丼 那就來評分一下吧 這個我會給它8分 整體吃起來不會很逆口 甜度是屬於比較低的 我覺得這次的聯名可以買 其實它的熱量還蠻低的 大家可以試試看 下一個要來開箱的是 Peace&Hers 義式布丁 經典原味 下一個是35元 那我們打開來吃吃看吧 那這個啊 非常的迷你 放在我的手上 還覺得很迷你的感覺 不得不說 它的味道 我覺得聞起來有點像 統一布丁的味道 它為什麼 吃進去會像水一樣化開 好神奇喔 裡面還有加白藍地酒耶 吃吃看下面有糖的部分 我覺得味道吃起來 它有一個很濃厚的奶味 很像奶油的那種味道 那它這款的甜度 吃起來大概是5分左右 它的口感其實有點難形容 我覺得是介於水跟嫩豆腐之間 一抿它就會化掉 化掉之後會有一點像水 液態的感覺 讓我覺得蠻驚豔的 那就來評分一下吧 這個我會給它8分 這個整體吃起來是奶香味比較多 就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口感 下一個要來開箱的是 武保春台灣香草雞蛋布丁 這樣一個是55元 那我們打開來吃吃看 55元的布丁 蠻貴的喔 因為它是武保春監製的 有人吃過它開的那個麵包店的麵包嗎 它這個就有點像那個手工布丁的那種感覺 好特別的口感 它的口感不像布丁耶 反而像在吃蒸蛋比較多孔洞的感覺 它這個裡面有那個黑黑的一點一點的 它那個是香草籽 這款的那個 雞蛋香味其實非常的濃郁 整體來說還不錯吃 而且它的甜度沒有很高 大概是4分左右而已 是一個比較清爽的布丁 那就來評分一下吧 這個我會給它8分 我覺得這個吃起來還不錯 它的口感是以往沒有吃過的 喜歡吃布丁的人 我覺得這一款可以嘗試看看 下一個要來開箱的是 樂天爽冰淇淋 香草濃郁生焦糖口味 下一個是59元 那我們打開吃吃看 它的香草跟焦糖的味道還蠻濃郁的 然後它的冰吃起來 是那種冰沙感的 它一入口我覺得是 香草的味道比較重 那你吃到後來 它焦糖的味道會慢慢浮現出來 這個吃起來 沒有我想像中那麼甜 甜度我覺得大概在6.5左右 吃起來還蠻香還蠻濃的 好喜歡它那個香草的味道 好下去喔 一口接一口 冰的口感我還蠻喜歡的耶 就跟一般印象中吃那個 冰淇淋的口感不一樣 它是會帶一點點顆粒的 咬起來會有一點點脆的感覺 那就來平分一下吧 這個我會給它8分 這個冰的口感我個人也還蠻喜歡的 這個吃起來不會很膩口 默默的已經一盒快要吃完了 大家可以買來吃吃看 那下一個要來開箱的是 優果甜坊黑糖豆花 加一個是40元 打開來吃吃看吧 那這個裡面有附湯匙 然後裡面還有附一個黑糖的醬包 怕太甜 所以我們先加一點就好 不夠甜的話再加 吃一口看看 它的豆花吃起來是脆口的那一種 它不是屬於軟綿的 我覺得豆花加黑糖醬包 有一點不太習慣 一般吃豆花 應該都是用那個二砂糖 然後這個用的是黑糖 所以味道吃起來會有點不太一樣 那可能個人口味我覺得對黑糖 沒有到特別喜歡 但是不會排斥它 這整體吃起來我覺得還OK 黑糖的甜度我覺得大概有到7分 所以就加大概半包就OK了 那就來評分一下吧 這個我會給它7分 整體吃起來 豆香味算是濃的 吃起來不會有粉感 以這個份量40塊我覺得CP值還不錯 但是如果以個人來說 我覺得還是會去買外面巷口 自己喜歡的豆花店 下一個要來開箱的是 蘇格蘭造型糖塊冰淇淋 這樣一個是89元 那我們打開吃吃看 有沒有覺得這個圖很面熟呢 這個在好市多它有賣 它是賣那種大盒的 那來吃吃看吧 甜度還是一樣蠻高的 但是目前吃到現在 還沒有吃到糖塊 好甜啊 這款的甜度 其實我一開始吃 我覺得它大概是7分左右 但是你吃到後面啊 越吃它真的越甜 甜度我覺得大概有到8.5 但是買這個 比較沒那麼划算耶我覺得 好市多賣的那個是2公升左右 價錢我有點忘記了 但是比較起來這個一個要89耶 好市多那種大盒的 你不想要一次買這麼多的話 這個小盒的還是可以考慮 那就來評分一下吧 這個我會給它5分 這個我覺得 雖然說口味上還不錯 但是真的太甜了 螞蟻人應該會很喜歡 下一個要來開箱的是 櫻桃小丸子青蘋果風味牛乳 這樣一罐是25元 打開來喝喝看 小丸子 我以前也很常看櫻桃小丸子 它其實有一個奶香味 一入口是青蘋果的味道 還蠻濃的 然後尾韻會有一個奶香味 那它這個也是薄酒乳 但是喝起來不會有奇怪的味道 那它這款的甜度喝起來大概是5分左右 這個甜度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它其實整體的味道就有點像喝金蘋果 但是金蘋果那一款我覺得比較甜一點 這款甜度比較低 要說它很特別嗎 應該是包裝特別而已 然後沒有太讓人驚艷的地方 那就來評分一下吧 這個我會給它7分 這個我覺得蠻適合 早餐吃麵包的時候配一罐 這樣大小對我來說還蠻剛好的 因為早餐份量通常不會吃太多 那下一個要來開箱的是 布丁狗布丁風味牛乳 這樣一罐是25元 那來喝喝看吧 它的布丁香味還蠻濃的 而且它這個甜度其實也不高 這個甜度我覺得大概也是5分左右 喝完你的嘴巴裡面都是布丁的香氣 有種那種焦糖布丁的味道 但是焦糖布丁這種口味對我來說 沒有到特別喜歡 但是就是一個新口味的嘗試 那就來評分一下吧 這個我會給它5分 我覺得這個口味其實很看人耶 像我就有點喝不太習慣這個味道 想嘗鮮的人可以喝看看 下一個要來開箱的是 蠟筆小心動感超人牛奶糖風味牛乳 這樣一罐是35元 打開喝喝看吧 不覺得名字很長嗎 它硬要把卡通人物的名字寫進去 蓋子上面有做一個凸的設計 應該是要讓你 刮那個膜比較好開的 真的是這樣嗎 真的耶 這個設計還不錯耶 它這個膜蠻硬的耶 所以它讓你用這個 真的有它的好處的 喝喝看 我覺得它喝起來有點像 森友牛奶糖 它的奶味有比較重一點 而且我剛剛看了一下 它是飽酒乳耶 喝起來不會像 以前在喝飽酒乳 會有那種奇怪的味道 它這款的甜度 其實喝起來還蠻高的 甜度我覺得大概有到7 建議大家要喝的時候 可能加一點冰塊 因為喝起來真的偏甜啦 我平常大概都是喝 微糖而已 所以這個對我來說 有一點太甜了 但整體的味道 其實非常的還原 那就來評分一下吧 這個我會給它 這個其實整體喝起來還不錯 但是如果它再不甜一點 我會更喜歡 那今天所有商品都試吃完畢啦 來分享一下我心目中的前三名 這次第三名有兩個 一個是 熱天爽冰淇淋香草濃郁生焦糖口味 這個我很喜歡它冰的口感 像在吃冰沙一樣 香草跟焦糖的味道也很濃郁 另一個是 迪士尼造型仙草奶豆 這個吃起來甜度蠻低的 很適合天氣熱吃不下的時候來一個 第二名 吳寶春台灣香草雞蛋布丁 這款蛋香味很濃郁 布丁口感有點像蒸蛋 整體甜度也很剛好 第一名 Peace and Hers 義式布丁經典原味 這個口感真的非常特別 是讓人很有記憶點的 整體味道是奶香味比較重 甜度也不高 推薦大家可以吃吃看 那今天就分享到這邊囉 下次還想看我開箱 或是試吃什麼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唷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再麻煩幫我按個讚 跟訂閱我的頻道 也可以追蹤我的IG喔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 掰掰 今天吃了好多布丁 今天吃了好多布丁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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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咳 呦